大家好,今次去觀塘食店隨意吃東西,大家一起去看看 首先來到觀塘城業街 到東廣場地下 今次去這間海南雞食店吃飯 叫了一個海南雞飯試試 這個是海南雞飯,55元 有雞腿、油飯、麗湯和醬料 雞腿份量正常 全部都是雞胸肉,略為硬茶了些 有酸甜蘿蔔和酸菜做伴菜,正常味道 油飯味道是好吃的,但乾了些 這個雞蟲用雞湯,很清甜好喝 醬料真是夠誠意,酸辣醬,薑蔥用甜豉油齊全 為何要好吃 總結這個海南雞飯 雞肉和飯都普通了些 接著都是在城業街 到這間冰室吃晚飯 這間冰室地方環境很大 叫了一個晚餐試試 這個是客家煎羊豆腐,68元 煲真的很大 豆腐麥箱也夠大勁 豆腐很厚,有少許魚肉在表面 質感是普通,硬了少許 真的有煎過,皮夠香 魚肉肉質也是普通一般 醬汁味道夠鹹香,還加了黃豆 白飯是正常味道 晚餐送熱飲,凍飲就加3元 這杯凍檸茶是正常味道 總結這個豆腐質素和味道都是一般 晚餐沒有禮湯,真是弱雞了些 今次最後一站來到觀塘宜安街 到這樓宜安街街市 在地面正門再上一層 今次就光顧這間車仔麵店 今次就光顧這間車仔麵店 叫了一碗車仔麵 這碗是小招牌麵,36元 看到有很多種菜式 有洋用茄子,頗特別 這是豬紅 豬皮 白蘿蔔 這是蝦卷 辣魚蛋 辣魚蛋 炸豆腐 韭菜餃 還有通菜 麵 麵就選擇了油麵 他們的辣汁很辣,吃得辣照我加 要飲品就加5元,這杯凍檸茶正常味道 總結這個車仔麵 質素和味道是可以接受 36元有9元菜,一個麵很值得 喜歡這個頻道的影片,請按訂閱和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影片推出,便馬上收到通知 今次就吃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收看 拜拜